来看到这是苗栗县头份市中山市场拆除重建的计划 去年受到疫情的影响暂缓脚步 那么呢目前因为三楼规划是和平里的活动中心使用 跟市场用地不符 所以呢事工所是积极的向县政府来申请多目标使用 另外计划系部的设计也将会在六月底完成 要来争取经济部的补助加速建设的推动 头份市中山市场建物结构老旧 耐震力不足属于围楼 施工所自105年起计划拆除重建 终于在去年启动规划设计 虽然一度因疫情打断脚步 现阶段就市场西部规划与设计 进行讨论与调整修正 择其召开审查会议 整对于总山市场目前在京都 已经进入西部设计的尾声了 在五年一三个时间 要有开替我们的省议会 再到两个总选 我开到一拜 用发料几十个 中山市场重建规划案 就等于是说已经完成了 在完成了以后 当然了 主要来与经济部 来去争取我们的工程建设经费 中山市场拆除重建案 规划打造地下一层 地上三层楼建物 原则上采开放式调高设计 食材等东宾柜 集中在地下室 方便摊商透过客厅卸货 直达贩卖区 目前因市场三楼规划为 和平里活动中心使用 将有建筑单位向县政府 申请公共设施用地多目标使用 在东兴路路下来的时间 在地下室的时候 我们要卸货的时候 我们直接货梯这边上下货 还有再来就是因为 这个三楼的发通中心 发通中心 这样说 就是说有区隔 我们也有客梯 货梯 然后再送三楼的发通中心 就在民族路的时间 民族路路下来 我们就找我们 可能找电梯 要走楼台 就做得 接送到我们 三楼的发通中心 人行采买摊商经营动线规划 待六月底完成细部设计之后 会更加完善 至于摊商店铺临时的安置措施 施工所也将持续沟通 早日完成重建 让市民共享安全又舒适的采购环境